悠揚的大提琴聲環繞四周 平常只能在音樂廳才能有的聽覺饗宴 在納馬夏也聽得到了 開過多場音樂會的國內知名大提琴家張正傑 為了想讓住在偏向的民眾 能究竟感受古典音樂的美好 因此發起天涯海角的音樂會巡演計畫 而他們的第21站就來到位在山區的納馬夏來演出 兩年前開始啟動一個叫做走遍天涯海角的音樂會系列 離音樂聽太近的地方我們不會去 而我們覺得就是說因為他們自己來就好了 可是這些這麼偏遠的地方 我其實希望起碼都是超過一個小時以上的車程的地方 我們才去 等待一小時的音樂會不僅有大提琴的演奏 還結合了京劇的表演 讓台下的學生們目不轉睛 而看到大家投入其中 主辦單位也開心表示 能將主人不熟悉的音樂帶進部落 就是活動舉辦的最大目的 很好聽啊 很生動 可以讓我們多見識一下外面的世界 我自己也沒有那麼喜歡 但是透過這個也讓我覺得 就是還越來越深入這個音樂裡面 這次的促成其實應該是兩三年前有一場音樂會 然後跟張老師有一個熟識 然後他也有這樣的一個目標跟想法 那我也覺得是可以把這樣的一個 多元文化的藝術體驗 然後帶來部落讓孩子有不同的一個體驗 接下來張老師的音樂團隊還會繼續走往其他的偏遠地區 朝著完成一百場偏向音樂會的目標 帶著他們的音樂走遍台灣的天涯海角 有希望老爸是高雄那麼下採訪報導 接下來大家記得 還有就到這邊 但是我們去看 把貓吧 我們去看